所以你現在說 柯文哲就講說 你隨便拿一本外國雜誌來問我要回應 亂寫一通 他說有時候真的給他讀一讀之後 報導裡面都是亂寫一通 可是你要知道 亂寫一通的雜誌 你去年六月十號的時候 你還投書這件雜誌你知道 對啊 還讓人家查出來說 你投書的內容叫什麼 他的題目叫做 臺北市給交給其他地方首長的民主治理 我說得很厲害 我的臺北市變成一個典範 你讓人家去投這種書的話 那你現在又講說這個亂寫一通的話 那你為什麼我就講說 你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邏輯上的一些前後矛盾嘛 對不對 而且那個趙少康講說 你官做大了就不接地去 不知民間疾苦 他不是不知民間疾苦 趙少康可能忘記了 柯文哲是第一個月是要解封的 對不對 因為不知民間疾苦 他是有目的的知道民間疾苦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他覺得說 哇 我現在開始解封之後 我選票就來了嘛 所以我第一台是解封的啊 夜市解封的啊 那你現在為什麼當指揮中心告訴你說 我現在已經可以開放內用 很多縣市也跟進了對不對 那你柯文哲為什麼不敢 就是因為你怕跟人家相抵觸嘛 你要做領頭羊 你永遠不願當根屁蟲嘛 就是這個道理很簡單啊 所以他不是不知民間疾苦 而是因為他的盤算太多啦 而且我跟你講 他說他哪裡不接地氣 我是很害怕台灣 台北一做決定 全台會跟進對不對 我跟你說 你如果一做決定 就大家就不要在燒 你今天為什麼不敢開放 很簡單嘛 現在只有台北市有一些零星個案 一直拚的 而且那個源頭 新北市給你帶到的 很多新北市的案例 都是跟台北市有關的嘛 你台北市就沒有辦法清零嘛 你台北市還是到處 有一些零星的個案爆發嘛 所以你當然不敢做這種決定 你做了這個決定 如果他要零星個案爆發 那個餐廳開了又關 關了又開 你說實在話 老百姓做生意的人 他會不會覺得很痛苦 當然會啊 對嘛 他會不會覺得很不方便 好不容易把所有措施都做好了 現在向來 我來一個催俊做的來這裡給我吃飯 我們就整間都滾起來 我們就窩窩了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不敢開放同步內用 當然也有他的一些政治考量嘛 對不對 好吧那你說那個 之前他講說那個什麼 特權名單有沒有 我比較想瞭解的是這個特權名單 他講說這社會存在有偷盔跟仇富 當然啦 這心理學大家都知道嘛 偷盔是人類的本性嘛對不對 我當然也要試試看 這個到底是贏的 你怎麼有材料可以去打特權疫苗嘛 對啊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想要知道說 我自己有什麼不相閃 我白白動動六笑的男主婚 為什麼你煮得到我煮不得到 對不對 所以我當然也要看看 這個是很正常的一個心理 對 那仇富也不必然啦 難道去打疫苗的全部都好的人嘛 也不一定嘛 我知道的裡面就好幾個不是有錢人啊 那好吧那你就知道說 我現在比較在意的是說 到底這個特權裡面有沒有存在著 人謀不章 當初到底的決策過程 你不要去罵那些衛生局了 衛生局的人真的很可憐 衛生局當他們在獨立面對這個疫情的時候 他們要做疫調 要做防疫 要做很多宣導工作的時候 你其他部會在哪裡 這個我們之前也講過了嘛 你的理政單位在哪裡啊 對不對 你的民政單位在哪裡啊 你的警察單位在哪裡啊 你根本沒有一個協同作戰的機制啊 你待會衛生局只有衛生單位來 整天都在弄 弄到頭上獨立空 他當然也要哭哭哭哭跟你說 對不對 他哭哭哭哭告訴你 你要告訴你要查清楚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衛生局每個人的壓力 精神壓力這麼大 你要去幫他解決 不是你現在在罵他 對不對 那我就跟你講說 你現在公布民辦 要不要公布 你不公布我也不在乎 可是我只是希望說 你把這個資料完完整整的 交給連政單位 甚至檢調單位去調查 這個特權到底裡面有沒有人謀不章 我要知道的是存在有沒有弊端 弊案在裡面 這個疫苗短缺的問題 那現在這個台北市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台北市其實 在打疫苗這一塊確實算是打得快的了 那目前可能 你不要說莫德納好了 AZ可能接下來也會有這個見底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能也不夠了 那這個怎麼辦 那另外就是說 北市府突然公布了這個好心肝的這個調查報告 可是並沒有公布這個特權名單 一方面呢這個連政會就要問就要請教你了 是不是柯文哲在這會議上 真的大罵衛生局的這些這個人員說 我我氣到快嘎瘋 你們每個人都來跟我哭哭啼啼的 有人說生病有人說基層壓力太大 不然你們全部給我辭職回家好了啊 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情啊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說你說那個資料全公開 外界要打就來打 可是你也沒有全公開啊 你名單也沒有 但是他說為什麼不公布 你們想看的人呢 是因為你們偷窺跟仇富啦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先講一下剛才那個疫苗打的狀況 台北市政府說 台北市是全台灣疫苗的覆蓋率最高 我們已經打到三成多了 超過全台灣的平均 這一點是事實沒錯 不過我這邊跟他講一下 為什麼台北市可以把疫苗覆蓋率打到最高 因為台北市拿了全國最多的疫苗 按照這個人口跟被發配的疫苗比例來算的話 台北市已經拿到接近四成 就是每十個台北市民中央就配了四劑 那比較少的 比如以六都來講好 台南是最偏少的 台南大概才兩成多 就是每十位台南市民中央才配給他不到三劑 那所以當然台北市拿了最多疫苗 他的覆蓋率打得最高就當然了 不過我們如果仔細去看這個數據的話 你會發現問題在哪裡 就是台北市的覆蓋率雖然高 但是這個高呢 並不是完全按照著中央所規定的施打順序下來的 因為開了很多這個所謂的專案 那這個專案裡面這個列冊 照冊的人數一直進來一直擴張 然後超過原來算的時候呢 就會先掉撥一批疫苗 先去給這專案的打嘛 所以才會發生 最近有說怎麼預約了 卻好像怕沒有疫苗可以打 才這個真正的問題是在這裡 因為中央發疫苗下來 他是按照那個預約的後臺裡面 那到底有多少人約了 他就配多少 那可是當你在做這個調波的時候 你先把他調去打別的自己開的專案的時候 這個短缺才會出現 就像是之前這個 因為柯文哲率先提出嘛 這個傳統市場先打疫苗 對不對 那後來中央也同意說好 那就這個雙北的傳統市場就造冊 有大家來打 但是後來卻發現說臺北市最後真的來報名 要打的攤商的數量 比原先預估的還要多了 據我所知 多了數字可能多到一萬 這樣子一個落差 對 所以可是市長支票都開了 所有的攤商都在問說 什麼時候才排到他 所以現在市府就說好 那就盡量調去打嘛 可是調去打的時候 你就等於把後面預約的人 他預約的中央發配的 其量先調去 那今天這個說實在的這個媒體報導說 在聯盛會議上標罵 這件事情真的假的 是真的 因為他的那一整個標罵的過程的逐字稿 我已經把他看完了 那看完之後 我有一個最大的心得感想 就是柯文哲市長 怎麼好像是臺北市政府好心肝事件的局外人 他把他自己當成一個什麼 他自己好像是一個 昨天才來當市長 哇把所有人都罵過一遍 從衛生局長到科長到專員到股長 哇每一個他都很難聽 我坦白講 因為當然現在因為資料公開可以講 就那個衛生局的基層 包括專員包括股長 為了防疫 不是為了這個疫苗 而是為了防疫 從五月開始為了防疫 已經加班了 幾乎每個月加班時數超過一百 一百小時一百五十小時 甚至有人到一百九十小時都有一個月 那這樣加下來之後呢 當然有很多人他精神壓力非常大 那當然啊 可是你看柯他在這個會議裡面 他怎麼罵 他說啊你們說你有憂鬱症啊 有什麼啊 可是我氣到快要發瘋 覺得如果你是大家設身處地來想 如果你是一個這樣子這個這麼認真工作的公務員 然後你這樣子精神上面 甚至說為了工作出了狀況的時候 你最大的職署長官 在你犯錯的時候說啊 你這什麼乾脆不要做好了啊 直接辭職回家 什麼壓力大 不要跟我講壓力大 那你覺得聽在心裡的感受是什麼 還有整個衛生局裡面 其他基層現在看到這樣子 原來市長是這個態度 所以那個感受是什麼 所以就我所知道 其實衛生局現在的士氣 蠻低落的 這個低落並不是說外界說 臺北市防疫做不好 所以衛生局很難過 而是來自府內最高層 市府十一樓的這個長官 完全沒有辦法體會這個基層的心情 出了事就往基層甩 我坦白講 柯文哲在這個會議裡面 一直抱怨一件事情 他說為什麼臺北市政府的組織 文化裡面有問題 大家都不舉手發問 我覺得這個話 聽起來很像是禁會帝 人家百姓饑荒餓到沒有辦法吃飯了 禁會帝問說 他們怎麼不吃肉 柯文哲是臺北市最高長官 組織文化裡面下面的人有問題都不敢問 他竟然怪說你們怎麼都不敢問問題 他為什麼不想想 大家為什麼不敢 對不對 今天發生問題了之後 市長的態度就是有有問題都是別人的問題的時候 那請問誰敢講 那柯文哲他現在還沉醉在他一個夢裡面說 全臺灣他最敢做決定 哎呦拜託哪有啊 其他縣市的決定 不是很明快很明確的就出來了嗎 那以柯文哲來說 他說他現在好宣布八月三號要開始有條件開放之後 最大的問題是你怎麼管嗎 你怎麼管 這個是市府的責任喔 但回溯回溯去年 當時呢 這個不是八大行業停業嗎 去年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金巴黎舞廳啊等等的 感染的事件 八大行業停業 臺北市第一個率先喊出說八大行業要復業 但是去年臺北市政府喊了嘛 喊的時候呢 這個市政府的官員有市長都說啊 這個防疫措施 我們規定好就復業 對 說得多大聲多漂亮 就把他復業 結果到了今年五月的時候 萬華很不幸的 有這個所謂阿公店群聚 我去調那個資料說 這個關於這個阿公店特種行業的防疫 我們臺北市政府在這半年之間 有沒有去查 有沒有去查五月爆發之前 去查了幾次 去查他防疫措施 實名制有沒有做 結果呢 查出來是我們的特種查室的機查次數 只要幾次嗎 零次啊 零次 零次一次都沒去查 天啊 當時去年不是口口聲聲保證說 開放營業一定把他嚴格管理嗎 到後來你看就是沒在管理 那現在八月三號要開放內用 也是一樣啊 大家要管理嘛 那臺北市政府你要不要管理 誰去管理 一定是衛生局去管理 對不對 可是柯文哲 你把衛生局的基層士氣弄到這個樣子 我非常擔心 我非常擔心士氣低落的衛生局 扛起這個所謂管理 防疫 內用餐廳防疫的重責大任的時候 這些基層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憐